近日在省厅禁毒总队和绍兴市局禁毒支队的指导下 盛州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经一年多的专案侦查 联合湖南云南警方三省联办成功摧毁了一条 从云南至湖南再转运至浙江的跨省贩卖毒品的通道 一起来看 经过多次抓捕行动 警方共抓获涉嫌贩卖冰毒嫌疑人153名 其中刑事打处65名 行政处罚110名 查获冰毒52.89公斤 至此 一条从云南至湖南再转运至浙江的跨省贩卖毒品通道 被成功摧毁 这一案件还要从2020年9月说起 当时盛州警方接到线索 说当地一个卫某有购买毒品的情况 通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发现盛州多名西泛毒人员的毒品 都来自于杭州渔航的石某青 他们一个小警卫 知道他有从云南 云南失败的时候 就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事 到他去 不过 石某青被抓获归案后 警方发现 他并不是这起案件的终点 他上面还有上架 他通过抖音上面 认识了一个湖南的工作 湖南的工作 他们这里要听过 他们讲到一个白菜 然后就知道 像是这个游戏 他们就问 他们在有没有白菜 那么这湖南那种 像是一家微信 所谓的白菜 其实就是冰毒 石某青以500元一克的价格 从湖南的陈某那里购入 然后再以1500元的价格 带回浙江销售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 湖南的陈某 是这一贩毒网络的核心 他先从云南的盐某处 以6万元一公斤的价格 大量购入境外流入的冰毒 然后再分批次 转卖给杭州的石某青 湖南的肖某等人 涉及人员众多 150多的人 他们相互进 全部是不认识的 就是这个一部分是认识的 我通过理论是他 但是我 他跟他 其他人就不认识 回锅上面这两个一体 这一条主线 然后这个主线 像树差一样 旁边是差 差给他很多人 就这么些人 确定证据之后 2021年5月 盛州警方在湖南警方的配合下 成功将陈某 岳某 李某等人抓获 缴获冰毒片剂 240例 冰毒20余克 缴获猎枪一支 子弹三发 不久 云南的岩某也相继被捕 至此 这一特大贩卖毒品团伙成员 全部落网 一个跨云南 湖南 浙江三省多地的 特大贩毒团伙 被彻底摧毁 都说害人害己 对于很多贩毒团伙成员来说 却是先害己再害人 重要团伙成员的萧某就是这样 至今他已有十年的吸毒史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控制得住 却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 如今落网后 萧某显得非常后悔 目前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